这一条猎狗出来寻找食物 竟然把目标放在了刚出生的小花豹身上 看到花豹妈妈把小花豹放到洞穴之后 她也小心翼翼地靠近 却没想到被花豹给抓了个正着 一口就咬住了她的身体 你觉得猎狗还有机会逃脱吗 说到这儿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 咱们一起来解锁答案 这一条猎狗肚子已经饿坏了 再不吃点食物的话 可能她就会一命呜呼了 就在这时 她眼前出现了一只花豹 正带着她刚出生不久的小花豹玩耍 看得出来 这一只小花豹应该才出生不久 因为她的体型非常的小 甚至连站立起来走两步都非常的费劲 花豹妈妈对自己的孩子非常的疼爱 她带着她的孩子到处玩耍 似乎看到小花豹高兴 她就高兴 这种溜娃的方式 简直与人类如出一辙 玩了一会儿 或许是小花豹觉得累了 为了让孩子少费一点劲 花豹妈妈直接把小花豹给吊在口里带了回去 虽然说是吊着 但是花豹妈妈却非常注意力度 花豹妈妈对于周围的环境 也是非常的警惕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其他动物伤害到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条猎狗却打起了歪主意 她看到小花豹这么小 想着肯定能把它给吃掉 于是小心翼地朝着它们的方向过去 或许是因为它的动静太大 很快花豹就发现了 这一只猎狗 也知道它心里怎么想的 于是 花豹打算先下手为强 趁猎狗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花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扑到了它的面前 这可把猎狗给吓得不轻 它只是想吃点食物 没想到却差一点 成为了花豹的食物 作为一个母亲的花豹 此时也是开挂了 它知道必须得给这条猎狗一点颜色巧巧 不然自己的孩子 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 这时的猎狗也开始拼命地挣扎 但在花豹的面前 不管它怎么挣扎都没用的 虽然它有着非洲二哥的称号 但花豹的咬合力也不是开玩笑的 能够达到600公斤左右 这只猎狗在它面前瞬间就变得啥也不是 估计这次之后 猎狗也不敢再来这里了 毕竟有这么强的花豹妈妈在旁边 你认为猎狗还敢打小花豹的主意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更多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